政府采购这种行为是被当作好事推广跟落实的 但是在现实中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好事让人替校劫非 重庆的一所中学前些天住宿的学生只能打地铺 为什么呢 因为当地政府统一采购来的新床一睡就垮 这批床的规格和质量都跟合同不符 重量也轻得离谱 于是学校只能拒绝接收劣质的新床 在孩子们睡地铺的同时 学校的想法是修复以前淘汰的老床以解燃眉之际 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还有其他哪些特写 终于见到了 父亲的胳膊搂得紧紧的 怀里的孩子已经显得有些陌生 看到父亲在哭 不到三岁的小国康也跟着哭了起来 本周在公安部网站上公布的60个还未查清绅士的被拐卖儿童中 华国康的编号是39 在名单公布的一天后 小国康是第一个幸运儿 他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而两年前 他在贵阳被人贩子拐走的时候才只有半岁 早上的八点钟 在瓦尔别拐一走了 瓦尔是从这个方向 拐到二个人 你会随一个地方 打电话 新闻采放 这一小地方 我就打电话 我姚兄弟们 私兄弟 我的一个治愈是 他们来了就早 即将找了一个月 农农包 火车站 客车站 也做车路 找了将于一个月 花去了七千 将七千块钱 他在那八十多岁 饭也吃不下 都要不是天天的苦 都要还不受掉眼泪 华国康的父亲王邦银 在贵阳市的一个批发市场打工 帮人背衣服 背一次能挣三到十块钱 这样的生意并不是每天都有 他在贵阳的占住地 是每月一百块钱租的简陋窝棚 只有几平米 刚好放下一张床 自从两年前孩子失踪后 王邦银的妻子也消失了 如今在这里 他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孩子小国康 也找到了自己的养子罗建平 他很高兴 也开始希望能与妻子团聚 和国康同样幸运的 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 他是公安部公布的名单上 第十六号孩子 笑容 眼泪 母亲一时间的悲喜交加 旁边的爸爸 尽管努力克制着 也依然泪流满面 从见面就被妈妈一直紧紧抓住的这个男孩 叫顾金龙 1998年出生 2004年走失 已经有五年没有和父母见面了 老顾夫妇是广东东莞高顾证人 他们原本幸福平静的生活 随着儿子的丢失突然中断 在寻找儿子的路上 顾金龙的亲生父母整整走了五年 这中间老顾夫妇从没停止过寻找 老顾夫妇是从电视上看到自己孩子的照片的 虽然相隔五年 但父母一眼就会认出自己的孩子 最终通过DNA亲子鉴定 备受磨难的一家人终于团聚 变样了吗 妈妈说孩子变样了吗 没有 打这个额头 这里很好的 我这个记号 最清楚的 我什么都不用干 就看这里我就知道了 画国亢 顾金龙 这两个孩子 如今将幸运地离开这份六十人的名单 剩下的五十八个孩子 有的甚至已经被解救了五六年 但由于被拐卖时年纪小 他们都无法说清自己的姓名和身世 至今依然未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只能暂时住在当地的福利院或者养父母家 如今在这份首批公布的六十个人名单上 很多孩子的原名都无从考证 人们提到时 大多以名单上的编号 作为他们身份的象征 当我抬起头向天空 望去看见了你的笑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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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